你确定要跟我聊图纸吗 这是给你背的见面礼 声东大呼人家小姐 怎么款待老子呀 干大事者不单于吃喝玩乐 你若是能去掉这股莽劲 说不定能成大器 小师傅 是小师傅 你管老子成不成大器 在黑风寨老子就是大器 你若听命于我 不走贤门歪道 保你日日有酒炖炖有肉 再外加三千兵力给你 如何 三千兵力 你别控老子 君子一言 驶马难追 这天底有真好事啊 就听大哥的 以后就仰仗大哥了 我先来大哥 大哥 但跟我干事需要有一个规矩 所有抢来的东西必须如数奉还 你这所谓的见面礼 也是抢来的吧 还回去 得嘞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啊 好 把好酒好肉给我上来 好 好酒好肉 拿点咯 走 走走走 给我拿点酒啊 走 走 走 говорил 来 我辛辛苦苦跑来找你 你还要帮我还回去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吃饭担心你 睡觉担心你 我天上飞过来一只乌鸦 我都想给他烧一封信呢 你 你还要帮我还回去 不还 永远都不还 老大 还不还了 不是还要还回去吧 对呀 还不还 还呀 还还回去了 还不还 你收了吧 就是啊 这个是什么呀 是他们自制的武器 打猎用的 是他们自制的武器 打猎用的 你确定要跟我聊图纸吗 你 那个 今天是赶睡觉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要我回哪儿 我今晚就住这儿 救命啊 没带带让我矜持 那我该说什么 难道我出去吗 这又不像东宫没有那么多房间 你要是不让我住这儿 我只能睡外面野地了 那你睡床上我睡地上吧 我怎么会舍得让我的太子妃 睡在地上呢 好了 不动你了 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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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吧